各位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来带大家看一下四月四季帝国改版的重点资讯 都会以一个四季帝国玩了十年的玩家的角度 去来讲一下这次的改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马来 因为马来的话我觉得拿来当共同点好像不错 那马来的话这次的改版重点是这个软甲技术 这个软甲技术是民兵系的远程护甲加易防 代表说你的民兵、装甲步兵这条线路全部都是可以制造预防远防的 然后可以增加抗箭矢能力 不管是拆TC或是对抗的烂矛兵或弓兵都是有一定的BUFF 而且这个造价非常平,100肉100斤而已 但是这个细节像是日本武士、哥德威队、条顿武士 这种保兵的步兵单位是吃不到的,远程护甲加易 连这个急兵线也是吃不到的 所以在点这个科技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细节 那马来人为什么这次会比较好呢? 是因为他步兵的护甲免费升级 步兵这一条全部都是免费的 免费升级就代表说他的长剑兵成型速度会很快 但是他只能到双手剑兵是稍微小小可惜了一点 那这次升级的部分,步兵的时间也是有比较短了一些些 大概短了几秒钟 那我觉得值得一看是长枪兵 长枪兵的造价从215肉变成160肉而已 这个buff是非常大的,而且研发时间也变少了 所以这个以后大家遇到开始城堡师在爆马的马国的时候 你就可以更快速的用这个步兵去反制对手 这样子你就不太会容易跟对方硬出马硬拼 因为现在四季帝国的共同点问题就是步兵的造价研发时间太长了 封窗期太久很危险 那我觉得这次改版算是一个很平衡性的改版 我觉得这次改的还算不错的 好,那我们就再来讲下一个点 那下一个是冰工学 那冰工学为什么要特别讲一下呢? 因为这个建筑以前是可以村民一个伐木 就可以砍掉一整棵室 那现在的能力变成说村民在攻击建筑的时候造成15的伤害 非常的高 所以像是印加的村民或者是西班牙的村民 然后有报名能力的村民 在研发这个工兵能力 直接拿这个村民去开战 其实还蛮强大的 那攻击冲车则还会加3点伤害 这也是不错的 那它一开始的发布是400肉跟200斤 那这次最近的改版变成400肉200目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一点 如果还要再花黄金去研发的话 我想没有多少龙去研发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算是偏向于给刚刚说的那两个文明 去玩会比较适合一点 好 那其他的比较该要讲的 就是这个南美这个文明 我们就拿印加来讲 那印加的话 它最大的 应该算是这次改版最强buff的一个文明 因为他的时代呢 是以每时代 15% 20% 25% 30% 食物减免 非常多 不然是出战矛啊 投食手 常见兵 常向兵 英勇士 这些单位都可以吃得到 甚至你的枪队长也是 那枪队长他一只好像只要48肉 非常省 那老鹰的招架也是变得贵了一点 肉类20肉 相变25肉 但是印加人的话有这个减免 所以只要18肉而已 比1000便宜再更少两个肉而已 那出租之外 印加的还有个能力 就是这个安帝斯蛋狗 这个蛋弓呢 是非常强大的一个能力 它可以让投食手加1弓 这就代表他跟抢弩的伤害 只会减少1弓而已 抢弩是10弓 那投食手是9弓 但是投食手可以对抗步兵耳外伤害 而且也可以吃到母子环的效果 所以投食手上场的机率 就更高一点 而且他又可以吃到这个食物减免的效果 到地龙时代 这个投食手的价格 是非常便宜的 这好像只要28肉吧 还是32肉左右吧 有点忘记多少了 反正就是超级省的 那印加的原本的一只鸟鸵 羊鸵 变成团队加成 代表说你的队友 一开始也会有一只羊鸵的肉类加成 这算是一个蛮好的buff 那边可以给队友养肉的话 其实让队友一开始的肉类的需求 会变得没有那么吃紧 我觉得这个buff算是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的话最近有什么改动呢 大家看到这个面表应该看起来就知道 好像没什么太大改变 其实爱是有变化的 他最大的变化是这个重型奴炮 为什么会说重型奴炮呢 因为这次重型奴炮 大家的所有的价格都变成不用黄金了 以前是需要黄金的 现在只要800肉跟900木 就代表说你升级不需要花黄金 你就可以直接升级重型奴炮 这个buff来说是很不错的 因为以前要升级重型奴炮都需要黄金了 就是有点贵 但是现在整个工程器制造所里面 就只有铜石车需要用到黄金之外 其他的生产需要黄金 但升级都不需要黄金了 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重大改变 那斯拉夫人呢 这个工程器制造所减免15% 但他出弩炮的机会又再大幅提升了一点 那除此之外呢 那贵族铁骑的价格也是下修了一些 那我觉得这次下修的非常漂亮 肉类只要60 那黄金只要70 这个价格的话是比骑士还要便宜的 骑士是要75斤的 那贵族铁骑是70斤 那就很有必要去出这个贵族铁骑 去做骚扰 那就也没必要了 一直一定要去按骑士去打 那斯拉夫的一个贵族铁骑的打法 也会比较多一些 就不会那么长 很难看到贵族铁骑出场的机会 那以后贵族铁骑的登场能力 可能会更好一些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西班牙人 那这次西班牙人的一个buff 也是算是buff吧 我觉得buff蛮多的 我们先来看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的话这一条是最新的 研发出每项科技之后 会获得20黄金 就比如你点什么拇指环 软甲 攻击都会获得20黄金 但我觉得这个科技有点是布小补啦 其实总体打到后期 你大概会多400多黄金吧 你可能会研发个20项科技 因为你连伐木技术 农田技术 或是这种耕种技术 这也都含在里面 冰工厂这个也是 所以我觉得总体而言 他算是一个小小的buff 大概就是他的西班牙之恩符者 有点nerf 西班牙之恩符者原本是2防 静远防多2 但是这次的防御变成1防了 稍微变弱了一点点 但是他的生率是大大buff 他的科技是宗教裁判所 只要300金加160 可以增加传教士的范围加1 这个能力的话很强大的是 传教士这个单位 传教士虽然射程只有7 但是他可以加速 然后还可以范围再加1 因为他本来就手短射程只有7 那如果到帝王时代再加上印刷技术 变成10个射程 然后再加1 11射程的奇马传教士 那就很夸张了 因为帝王时代的视野是非常广的 那这个能力的话很有机会 可以看到后期的西班牙的传教士 可以出来登场 那一般的生率的射程是9 所以会比较远一点 9射程再加3射程 12射程再加13射程 是超级超级远的 所以我觉得西班牙这次buff 我觉得让他蛮有感的 那就是要来特别讲一下西班牙的战船部分 大家说西班牙战船有什么好讲的 就要来讲他的火炮战船 这一次改版通用的火炮战船 所有的文明的火炮战船 都会增加这个火炮战船的伤害力 他的攻击变成50攻了 以前是35攻 金瑞45攻 那现在变成金瑞60攻了 那再来就是他有这个爆炸的范围 以前我们看到这火炮战船 打到陆地上也没有爆炸范围 就是很像火炮的那种落地感觉 但是现在西班牙这个效果又增加爆炸效果 哇 这个打一坨工兵或是打一堆骑士时候 这个西班牙战船更有感了 那本来这个火炮战船 是对步兵工兵骑兵还有这个奴隶兵会有加成 那都有还有这个虫车系也会有加成 但是现在被nerf掉变成了加25攻而已 那我觉得有加成还是蛮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西班牙人以后打海战 可能会变熟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高免这个文明 高免这个文明看起来看似没有什么任何改动 但其实他改动的一个东西是他的宝兵 他的宝兵改动是最多的 虽然这个界面看不出来有任何改动 但其实他的改动是增加这个胡斯派的装甲 那胡斯派装甲就是在讲这个 波西米亚的胡斯派战车的装甲 那他这个装甲有个特性 就是吃头指车的时候伤会再更多一点 那我稍微简单讲解一下 就是奴炮象 新增之扣 这个伤害会多20点的伤害 简单来说呢就是 他的血量会更好被消减 被这个头指车的部分 因为胡斯派战车的话 其实可以用头指车去做一个对抗 那像奴炮象新的这个胡斯派的装甲 就是有点要那幅奴炮象的感觉 然后像现在有些人喔 就反映说这个奴炮战象 血太多了 打不太赢 那头指车的话 再加上这个装甲 那就会比较好解一下这个奴炮象 好接下我们来讲西西里这次改版喔 这次改版的话最大特色就是 这个城楼呢是大大buff了 现在城楼是可以制造 长枪兵喔还有萨金特威队出来的 所以他可以有点算是取代军营的地位喔 但军营的话还是要去研发科技用的啦 所以你也不能只造这个城楼出来使用而已喔 你还是需要去升级一下这个长枪兵的升级喔 我现在不确定他能不能在城楼里面升级 萨金特威队或是升级长枪兵喔 如果可以的话那就很有趣了 那我觉得这个功能喔 让这个西西里打登陆战更强势了一点 因为西西里一直以来登陆战的问题就是 他只能打萨金特威队 那对方出骑士或是 出骑士单位的话就很好解掉了喔 那如果可以按级兵出来的话 那这个登陆战的能力会更强大一些喔 那再来就是他的第一次十字运动帧喔 本来是每个TC喔都会产出五个 产出七个萨金特威队嘛 加上变成最多只能产生五名萨金特威队喔 五次啦最多五个 所以最多就是25只萨金特威队 那你只要一提升这个能力之后 就可以提升单位的抗早晨能力喔 其实还算不错的 那我觉得这一次改版西西里的战术喔 可能会出现那一种 就是因为他已经不用下军营 就可以直接盖射箭场喔 他只要盖城楼的话也可以取代军营的关系喔 所以这个射箭场可以直接下喔 所以就会变成说 封剑十道西西里人 可以直接拉四村 然后去盖这个箭塔 然后直接用这个城楼盖出这个萨金特威队 或者是直接盖城楼之后 马上就补下射箭场 就不需要再花175目喔 去盖均匀前置喔 然后让自己的快攻路线喔 更慢一点 所以现在可以预知到 西西里的竞技场喔 应该会很热门出现这个 西西里城楼塔攻攻战术喔 快速塔攻 这一个打法 这是未来可以预见的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维京人喔 维京人应该是这一次BUFF也是挺大的一个威名喔 跟硬家来说 是差不多BUFF程度的喔 那这次BUFF是什么BUFF呢 是最主要能力喔 是在这个 防战士帮的路线上喔 基本上上面的能力其实是差不多的喔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到底你新增了什么 当然卵甲技术他也是可以吃喔 剑勇部分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在的喔 但是我觉得他的狂战士帮是最 最厉害的一件事情喔 那个狂战士目前喔 升到精略 已经变成之前的狂战士帮 回血能力喔 一分钟可以回40滴血喔 你只要升到精略就是一分钟回40滴血 非常的好用 那再来就是 如果你研发现在酋长的话 一样是对 步兵对骑兵有外伤害 但是在你击杀村民或是贸易单位或生日的时候 会产生分别5、20、20黄金喔 好了 就是一个真的是符合违京人史实的一个概念喔 更有特色了一点 但是我是觉得不用去想说一定要用 去用这个能力喔 去赚黄金喔 那我是觉得有点困难的啦 你可能一场打到对面大概50吋就了不起了 因为你可能打到50吋对皇就投降 反正想50吋的话5525250斤 其实也没赚多少 就稍微小赚小赚一点点 更不用说单挑的时候 根本看不到贸易单位喔 升旅的话可能还是会有 我觉得升旅这个黄金量可能会拿得多一点 但现在不确定喔 一定是不是要用这个步兵喔 才会有增加黄金喔 还是用弓兵也会有 这个带雀伤喔 所以我也不确定到底是所有单位 杀死对方的村民 还是升旅的时候会有黄金喔 还是你一定要用狂战士 或是步兵单位喔 这个有点不太清楚喔 大概就是 工兵的路线喔 还有这个 狂战士帮的科技喔 工兵跟维京战传攻击力会加异喔 非常非常强大喔 这样变成说 维京人喔 变成步攻攻击力最高的文明喔 可以变成十一共强奴 哇超级痛 痛到爆炸 但是一样没有拇指环喔 有点可惜啦 真的是有点可惜 那维京人没有拇指环 但是有这个buff 我觉得算是蛮强大 而且也可以让他的维京大战船喔 变成了一个 团战海战首选之一喔 就跟西班牙一样的存在喔 维京大战船喔 更容易出来 而不是直接出弩炮战船喔 这是我觉得值得可以 注意的一个点喔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中国人的开局喔 那现在中国人喔 最新的一个能力是 一开始村民是加2 但是食物是-150 那以前是-260 这就代表说 他会多给你50肉 一开始让你开局的时候 会变得更简单一点喔 所以让中国的开局来说 没有那么复杂了 新手来说的话 练习也是可以练得起来的 并不会有那种 中国开局流程太困难 一开始就落后的情况 那这样子的话 一开始就暗影村 跟一个支部 那让一些不熟中国的玩家们 会更好上手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算是 对新手的buff喔 那对高手来说的话 算是nerf喔 因为高手的话 会觉得说 这个有点说 把这个中国的上限喔 大大的降低了一些些喔 毕竟也是如此喔 因为如果你一开始都给 三寸跟两寸的话 当然是对高手来说 三寸比较好 因为他比较会懂得 如何立即彩到食物喔 然后去按下第一寸喔 可以让他们再多一些时间去找到肉 或是让肉采集速度更快一点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是一能而一的 有些人是buff也是nerf喔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立陶宛 立陶宛的话 这一次是改了 每座城镇中心提供115 以前是直接给起始食物150肉 所以造成立陶宛在一些特定地图 可以直接拉村民去骚扰 去干人家资源喔 或是团战的时候可以开稿 或黑胜利的时候有点优势 再次变成这样子的话 其实让他前期的开稿能力 并没有这么的好 而且他这边上城堡时代的话 虽然会给100肉 稍微补下村民的肉量 但我个人认为 这算是不太好的改动 对于已经习惯这150肉了 这会让很多的一些地图 战术选择上变得很少 但对一般人家来说 可能是没什么太大差异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对直接选手来说的话 可能差异会比较大一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伊索比亚人 伊索比亚人的话 这一次改版也是改的非常大 因为他的皇家继承人 就是皇族血脉 凝贯的科技 改动成为新的能力 弯道勇士和骆驼单位 从骑驼单位获得伤害减3 就代表骆驼啊 轻骑兵啊 骑士 打自己的骆驼或弯道勇士 这个伤害极免是非常幅度大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让伊索比亚人 抗骑士的能力更好一点点 尤其是骆驼 我觉得弯道勇士可能除外了 最有可能还是会出这个骆驼去挡对方的骑士 那骆驼的话可以减这3伤害的话 其实减很多的 那再来就是他的这个哨战 我要特别讲他的哨战原因 因为哨战的话一般来说是需要石头的 那他这个哨战是加上三四野之外 这个不费吹灰之力 的意思是说不需要耗费石头 这就代表说伊索比亚 黑暗时代 你只要 要开搞一些战术的时候 你就可以尽情查哨战 或是封建时代要干嘛 城堡时代要干嘛的时候 你不需要耗费这些石头 就让你即使插了哨战 也可以盖下TC 但大部分的职业选手的玩家 为什么一开始不盖哨战 原因就是会耗费石头的关系 如果哨战不会耗费石头的话 大家可以进行的乱插 就像这个肉一样 随地插眼 想怎么插就怎么插 但是因为有这个5的石头的 限制在的关系 会拖到经济 所以大部分的人 是不会选择在盖下3TC之后 去盖哨战的 那伊索比亚的话 可以很有效的 在封建时代跟城堡出席 去查这个哨战 去控图 或是去了解一下对方在干嘛 或是预防敌人 都很好用 那我觉得这次 应该会有个新的战术出现 也算是伊索比亚的 专属打法之类的 那再来要讲一下 这个弯道勇士 弯道勇士的话 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皇族血脉会减3 伤害除外 他的这个制造速度 也变成直接 生产速度变成4秒 以前是8秒 那8秒的话 还要在研发以前的皇族血脉 就是增加了 这个弯道勇士的生产速度 才会变4秒 那他现在变成内建 直接变成4秒 所以以后的弯道勇士 登场的几率就会更高一点 生产速度又快 可以变解力战力 而且可以抗骑士 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孟加拉人 孟加拉人有新增一条能力 是这个骑兵对毛兵的伤害 攻击力加2 这一条 这一条的话 其实我觉得影响还蛮大的 尤其是后期的残局的时候 因为其实孟加拉人 是没有骑士可以用的 但有轻骑兵 但骑兵 通常会出的时候 真的是要去针对对方毛兵的时候 才会出的单位 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 孟加拉人的一个小小的buff 再来就是他的金罐 金罐的话是会包含生驴在里面的 那我觉得这一条也是 非常好的一个改动 今天金罐是这个大圣佛教 可以减少村民的占用人口数 那现在连生驴也可以 就代表说孟加拉人的生驴 大象流会更强势一点 可以再多出一点大象 或是多出一点生驴 在后面补血或是招响 让他一个前压的进攻能力 会更好一点点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 伯根帝人 伯根帝人 这次改动也是非常大 那会这样说 原因是因为他的民兵这一条科系 他会把 大家都知道 他的金罐会把所有的民兵升级 把所有的村民升级为民兵 那也可以在均匀生产佛兰民民兵 那以前的话是要在TC生产 是不能在均匀生产民兵的 那总费用是200肉加150斤 那如果你还要再去算村民的每一只的金额 就代表说 他的基础的科技是200肉150斤 那你100村的话 100村并革命 直接是加1000肉 然后再加上500黄金 所以你的总成本就是1200肉加上650黄金 就可以把你100村的村民全部变成民兵 那我觉得这个算是小小的nerf吧 因为他本身 也有把民兵的一个伤害下修一些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民兵的伤害 原本的民兵攻击力是12弓 现在变11弓 那远防本来有1 现在也变0了 且量版是75d血 现在也变60d血 但是造价变得很便宜 变成50肉15斤 以前是65肉 60肉跟25斤 黄金直接减了10斤 基本上是减了大概60%左右的黄金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改动 就更有可能让伯格蒂 去选择出这个民兵路线 就是比较贵的基兵 需要花到黄金的基兵的概念 血量来说其实跟基兵是一模一样 但伤害来说是比基兵多了武功 其实还是多蛮多的 那就是看因人而异要不要去出这个 那我觉得这个改动其实还蛮好的 可以让这个伯格蒂人的玩家 有一些选择 就是说他可以第一时间把游侠升级好 200人口 200人口可能会有30支游侠 然后搭配一些工程器 然后上桌四名兵 这一波BUFF 进去冲进去图个异波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或者是有些特殊打法 一上帝文时代直接研发升级 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打法 因为以前要点这个的时候 都是要几乎接近满人口 200吋的时候才会去点东西 或是140吋130吋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不太在意 自己村到底有多少 反而是可以在地出的时候 升级一波 给对方最大的压力 就算冲出来了 直接出了一波 所以我觉得伯恩定人 这个后期打法 可能算是一个小小的BUFF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敗战庭人 敗战庭人 这次的改版 有改动这个火炮塔 擴散伤害加5 凝贯科技版是只有火弹团射成加1 但现在连这个火炮塔 都有擴散伤害 这个能力我觉得蛮棒的 让他在一个塔攻的时候 有一个一定压力 而且比较有趣的是 这个火炮塔研发完之后呢 他的火炮塔喷出火炮的时候会有火焰 所以还蛮漂亮的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哥德尔一下这个文明 这个文明也是改动蛮多的 以前是只有对野猪攻击力加5 然后猎人肉类吸带量加15 那现在捕猎的时间持续20% 就代表你用这个吃野猪 会多大概70肉或 70肉或60肉左右吧 那犀牛的话可能会快到100肉 大概八九十那边 所以哥德尔的前期的肉量 会获得更多一点 那鹿肉的部分应该是多个 二三十肉而已吧 应该也不会增加太多 用20%去计算的话 所以到了前期的部分 哥德尔从黑暗时代 采集这些肉类志愿 应该会比其他文明 大概多250肉左右 我的推算是这样子 那哥德尔的的话 这个算是前期的一个超级大buff 多250肉让哥德尔的经济更好 可以让他更轻松的 度过黑暗时代 跟风际时代的这个时间点 那再来就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是这个软甲技術 哥德尔是持不到的关系 他的哥德尔位队 不是冥冰线的关系 所以他的软甲 跟他完全没什么太大关系 有点可惜 那依旧这次一样没有给他三级防 所以哥德尔依旧还是比较难玩一点点 玛丽的话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黄金持续时间 变成15% 就是本来是30% 直接被下球变15% 这个深层金矿效果 直接被nuff了 就变成说他的黄金量 一块黄金是800黄金 那现在变成15%的话 大概只能收到900黄金 以前我记得一块800黄金 变成1000黄金 直接少了大概100黄金左右吧 算是一个小小的nerf 那再来就是他的部落领袖 那个科技 虽然这里没有血 就是人之中设定这件事情 但是他这个银罐 这个箭矢数量 会变成8只箭矢 那如果是对抗有效的话 依旧还是易攻 所以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比较有差别的是城堡之代 如果点这个 对方骑士进来骚扰的话 那伤害其实还是蛮痛的 如果有点下二级色的话 那马力人这个科技 我觉得一直都是可有可无的 那也就要看一下 这个会不会有新的打法出现 就是用这个TC TC当城堡推的一个打法 说不定之后可能会出现 也有可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塞尔特人 塞尔特人这次也是最大赢家 因为他的软甲技术 破冰线可以吃到 尤其塞尔特人 也很常打这个剑兵勇士 当然大多数还是打这个塞尔特的松兰武士 那最大的特色呢 他的银罐有做更动 可以透过城堡 而剑塔的攻击速度加快33%之外呢 这原本就有的能力 那再来就是他可以增加城堡的治疗范围 那这个范围其实蛮广的 这个半季七格内的盟军步兵 就只有步兵了 但是可以治疗到队友的步兵 那我觉得这个能力其实蛮微妙的 因为你不一定队友也是出步兵 所以有可能还是自己出一队步兵去打 但我觉得也是步舞小补 如果你是要打一个阵地战的时候 城堡下方放入队步兵 对方直接推过来的时候 补血的话其实还算不错的 那他大概是一分钟可以补30滴血 其实还算不错的一个补血量 虽然没有像查诺治疗补那么快的感觉 但我觉得至少不用收春 不用收到城堡里面去补血 这件事情 还算一个不错的小小buff 好 再来我们来讲一下达罗皮图 我觉得达罗皮图这次改动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 这个工程武器木材 减免的费用非常非常多 因为他这个文明呢 本身就有这个生死在加200木头的一个优势在了 那就会让他变成说 他也很有可能会变成像赛来特一样 有这个直层投车的打法 因为他减33%木材 就代表他投车 只要大概120木或110木左右的木头 都可以造一台投车了 这个造料非常省 那他的奴炮应该是不太会去出来 那通常还是火炮 火炮跟投车减免的费用实在太多了 那就很有可能 很容易出现大奥P图 跟赛来特人 这两个文明一看到的时候 每个玩家都要小心他的城堡的 针头战术 会非常强大 而且传行速度非常快速 OK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风琴炮的单位 风琴炮单位被下修了蛮多的 他的攻击力被调整的非常低 原本是16弓 现在变成7弓而已 那金睿也只有9弓 那以前金睿是20弓 那他的发射物本来是5发 现在变成6发 金睿变成7发 那命中率的话变成0% 原本是50% 命中变0% 我不知道什么概念 但攻击力下修真的下修蛮多的 但是他对步兵跟建筑有伤害加成 都各加一 所以我觉得不太确定 风琴炮未来会不会变成阻力 但他这个克拉克反船 也有新增 就是他的升级造架 变成黄金素 没那么多 以前 以前是肉类要多一点 黄金比较少 现在是肉类变比较少 黄金多一点点 所以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个buff 那我觉得算是平衡成本而已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动 对这个普塔人来说 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草原骑兵 草原骑兵 草原骑兵这次有超强buff 就是他的精锐草原骑兵 有多亿防 多亿远防 就是代表草原骑兵 以前的一个硬伤 就是去骚扰的时候 很容易被箭塔射死或城堡射死的这件事情 有一个提升在 而且让蒙古人 本身这个草原骑兵的血量就会多30% 再多上去100多滴血 然后远防又有2 基本就有2 虽然没有远防3 但至少远防是4的状况下去骚扰 是一个蛮大的提升 所以最大的赢家我觉得应该算是蒙古 好的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越南 越南这次改动他的金冠 这个研究紫币技术 变成550肉跟200木头 以前是需要200黄金的 那现在改成这样子 好像350黄金吧 改成这样子的话 其实更有让越南玩家 会去点这个科技 毕竟这个文明能力 你都已经要产黄金了 就还要先行投资一些黄金进去 后面回收起来 可能打完都还没回收回来 所以我觉得越南这个 越南这个淫贯技术 一直都是单挑来说 很不常用到的一个能力 那这次的改动还是比较偏向于 为单挑为主的一个模式的关系 所以有些可能海战的部分 改动并不太大 但我觉得这次还算是蛮好的改动 那这次改版主要的一些资讯 我也会放在下方的一个留言栏 大家可以选择去PTT 看原文的一个翻译 或者是去到我的社区 YouTube社区那边可以看一下 去看翻译也可以 那这次的改版大致上是这样子 那后续的改版也有可能在做更动 那目前的改版的感觉 我是觉得这一次的步兵 是真的是超级BUFF 那这次改版也可能会让整个游戏生态 完全不一样 让变得马国出兵 会变得比较更需要思考 要不要抱这么多麻 因为现在步兵系升级太强大了 升级单位费用变便宜之外 速度又很快了 所以新手去抗骑士的时候 情况也是比较多一点 那弓兵线的部分也是没有NERF 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我觉得海贝稍微被这个软甲稍微counter了一下 虽然这个软甲科技 也不是所有的文明都可以研发的 但能研发的我觉得最大赢家应该算是条盾了吧 条盾我记得可以研发 因为条盾本身它的文明 是重装步兵文明 大家都知道了 它的步兵跟骑兵 军营单位都是禁防都会再加1 帝王总一加2 代表说它的装甲步兵 帝王时代基人防御就是 1加2三防 三防再加7 冰工厂再加一个软甲 近战防御是7 然后远防是8 远防是7 远防也47 这样算起来不是喔 1加4再加1 6啦远防是6 不好意思 这样条盾人的剑兵勇是远防是6 近防是7 超级硬的 所以我觉得 条盾人应该是这一次的最大赢家吧 还有硬家 这两个文明 还有围巾 这三个文明应该是这次受益最多 尤其是个软甲技术的出现 那步兵的一个路线整体来说 会比较大的发挥喔 那我觉得如果现阶段要看到常见兵 变成城堡时代的阻力喔 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喔 因为大家都已经熟悉 习惯打这个工兵或骑兵路线喔 步兵路线实在太难打了 很容易被压制住喔 所以我觉得 可能之后战术再研究一些喔 可能会变成 现在有什么21匹小弓啊 19匹落马 现在可能会变成说 可能会出现什么23匹步兵之类的 多出一个步兵线出来 也有可能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喔 看一下有没有高手 可以研发出这种特殊的配置喔 让这个步兵性喔 变得更强大一点 好啦以上就是这次改版资讯喔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也要请记得帮我按个赞喔 那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喔 也欢迎在留言下方喔 去做你的留言 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喔 我们就下次再见 各位拜拜